《東京奧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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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以特殊的湯瑪斯回選來 創這些高難度動作 所以我們大概會計算在 東京奧運這個週期上面 它這個扣分只要維持這樣 然後難度再加一點點 它可能有機會在《東京奧運》會拿牌 世界也會進步 我們也要進步 因為世界進步很快 然後其實說保持15.3分 是一個底線 要超越15.3分 因為人家會更進步 我們也要超越世界 我發現其實很多事情 15年前就已經告訴我們大家 因為當年有七個小孩 說要去奧運 說要留下來練習操練 最後只剩兩個 其中一個就是你自己 唱卡 音樂 祝福 音樂 男子 大家好 我們是今天的看板任務 我是李志鎧 我是李易奕 我是李宜儉 不翻整隻身體好 不滾整隻夢想美 世代運拿金牌 這只是個開始 成為男人之前 不容易 我們會繼續翻滾下去 歡迎收看今天的看板人物 他沒有看到安馬就知道 我們終於邀請到了世大運 台灣的精彩安馬李志凱 志凱歡迎你來 謝謝 還有跟志凱這麼多年 一起血淚奮鬥的教練玉姓 還有翻滾吧 男人的導演玉璇 請坐請坐 我想喜歡 志凱的觀眾朋友一定都很熟悉 玉姓教練還有玉璇導演 在志凱生命裡面扮演的角色 還是很簡單的幫我們開場一下 你認識這兩位這對兄弟黨多少年 從小練體操開始 就認識到現在至少16年了 16年 很多人婚姻都還維持不到16年 好厲害 我們先介紹翻滾吧 男人這個片子三部曲 在今年秋天已經要上院線了 沒關係 玉璇這是你的機會 大方的跟大家介紹一下好了 好不好 什麼時候上院線 希望大家都去看 翻滾吧 男人是我們的三部曲最終曲 今年10月27號要上映 那我相信大家看了這電影 會感覺像穿越劇 怎麼說 因為你看到當年的男孩 這兩天有人跟我說 他在看我們的片子的時候 看男孩的時候 他只有小學一年級 但他現在已經大學生 他又殘酷又勵志 對你們三個來講都非常殘酷 世大運非常的轟動 雖然距離我們節目播出 他有一段時間了 但是我們都記得他這個 金安馬奪標的那一天 帶給我們這個振奮 我想請問 15.3的這個超級高分 在世大運安馬奪金之後 對於2020東京奪運 爭取安馬的金牌 請問這個分數的意義在哪裡 然後從有這個高分之後 一直到2020 他中間的整個訓練 跟到國際參賽的過程 會跟以前有什麼樣非常大的改變 因為他在世大運得到15.3分 是現在的世界裡面是前三名的高分 對 因為他的動作幾乎扣分非常少 所以我們在設計他的按馬項目就是 以突出 然後跟各國不一樣 所以我們以特殊的湯瑪斯迴選 來創這些高難度動作 所以我們大概會計算在 東京奧運這個週期上面 他這個扣分只要維持這樣 然後難度再加一點點 他可能有機會在東京奧運會拿盤 如果體操多精 很難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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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那時候大概街頭巷尾 是不是小時候看棒球那種感覺會出現 差不多 任何比賽他都有長期的戰略跟短期的戰術 所以這是你精心設計的一個競爭的動作 因為我們是當選手出身的教練 所以我們必須非常了解 這十年後的發展情況是怎樣 所以我們大概在病腿迴旋當中 已經發展了很多試劑了 所以湯瑪斯迴旋這個動作 以前的試劑也有 但是沒有像智凱在整套動作 發揮在湯瑪斯的構成 結構上面是在佔80%以上 所以我們在2020年這個階段 到奧運會這個階段 我們希望能再突破一點 因為他病腿迴旋扣分的要素非常多 他只要一縮腳 腳一縮 身體一縮就扣分了 但湯瑪斯迴旋他的張力很大 然後像他這樣的張力 幾乎扣不到分 所以他整套就顛覆了全世界 最近媒體都在問我說要不要繼續拍 其實我就說我其實更想當觀眾 但是剛剛教練這樣又爆料 我就覺得90%呢 這事情好像很有看頭 而且我也很想了解到底怎麼做 因為我們自己都覺得要上安 其實已經很難了 就像教練說轉一圈要一年 轉一圈 一半一半這樣一直跳跳一直跳 才能跳一年才能跳到一周變成一圈 這個時間你沒有把一周練得很完美 你就沒有第二周 然後就沒有一百圈 然後就沒有所謂現在的上大馬的基礎功 所以要花一圈就要花一年 所以你一開始的時候是 剛剛教練說他輔助 應該意思說就是 在訓練的時候其實就是當初設計 對當初設計好之後 其實像這些動作都是 教練親手這樣幫我抓出來的 從我不會到開始學習 然後到這個動作完成 都是教練在旁邊用手這樣輔助我 然後讓我完成的 因為怕他失敗掉落會危險 都是用 都是用 對 所以是他扶著你然後完成 就像我們看到那個學步的小孩子 是 他通常是 是扶著他這樣 教他的爸爸媽媽這樣拉著拉著 只是你現在把他換在鞍馬上 對 對 這是三四年前要準備 去訓練這個高難度的時候 這個過程都是用這樣幫忙 那時候你的身高體重跟現在 落差沒有非常大 沒有 只是年紀比較小 對 那你扶著他跟教練這樣子 physically這樣子扶著你 在三四年前這樣的一個學習 那種完全不同的 截然不同的一種學習感觸 一開始的時候你們彼此的心情是什麼 因為我們平常講扶持 這兩個字有點抽象 因為我這樣說好了 因為一定要他很信任教練 才能完成這個動作 他假如不信任他 他覺得那個是天方夜談 不可能的動作怎麼會完成 可是他信任教練 他覺得這個有可能 可以在鞍馬上面實施這個難度 所以他信任我們 我們才能把這個動作完成 一直合作到 四大運這個階段 整個動作的編排 他是非常信任教練的 所以你的扎根不只是 志凱自己的專業的記跟役 我覺得那個扎根是信任兩個字 對 互相信任 那有一個問題 因為我在看到那個日籍的教練 冰田真行的時候 他在賽後記者會 他講了一句話 他說當這個志凱 他只要保持15.30這樣的一個高分 在東京奧運絕對是金牌 然後你知道我的第一項法是說 保持15.3他的困難度在哪裡 包括你自己 包括其他選手 在未來三年跟上 世界也會進步 我們也要進步 因為世界進步很快 然後其實說保持15.3分 是一個底線 要超越15.3分 因為人家會更進步 我們也要超越世界 對 我們必須要比高於這個分數 我們才更有機會可以拿下獎牌 好 再來 腳打開一點 可以可以 可以 調整 站好 可以 倒立的位置再斜一點點 所以調整 再倒立一點再下來 那個位置落差就大一點點 是大運安馬金牌國手李志凱 前一天剛比完賽從巴黎回國 隔天早上10點就回到國訓中心 繼續練 打開 OK 快一點 速度快一點 教練林育信在李志凱六歲 就開始手把手訓練 從他一上馬 秒秒緊盯 林育信說李志凱是苦練型選手 每一寸動作都得穩扎穩打 有點斜斜喔 那歪歪 OK 大致上有三個缺點 那個角度 對 角度的位置再微調一下 其他應該都沒有問題 對 角度的位置 判馬的部分最難就是 它要三十幾秒 而且都是在矮小的器材上面 所以你必須要心智很強 然後抗壓很強 你才能馴服這一隻馬 不然你掉落的機率非常高 鞍馬長115公分 寬只有35 原本應用在地板的 躺馬式迴旋套在鞍馬上 只能靠雙手的力量 兩腿張開空中旋轉 最艱難的時間方寸 在一秒的位移時間 沒抓緊就會落馬 角度歪斜一度 鞋條美感不見了 分數也跟著掉 你要每天去拍攝 它的缺點在哪裡 告知它 然後一直改進 才能達到那個世界水平 好 今年世大運 李志凱用了八成湯馬式迴旋 擠牙群熊 拿到15.3分 壓下去年 李悅奧運冠軍的14.7分 是目前安馬項目最高的世界紀錄 但這只不過是个小目',個小目 他有 pour Nobel 最 мал的就是獲得到 移民覽的六分比 成功 我要替他盡 отправ 自己的心目 突然有這個難 set 最大的就 就是獲得到 世界尖田匪馬式的 ratio 取勝 拿下國內史上第一面 鞍馬金牌 只是個起航陣 李志凱和教練還在思索 湯馬式要增加到90% 才能聚焦國際眼界 這是很需要靠腦筋 去思考的事情 因為你在進步 別人在進步 這不是只有你一個人而已 因為國外的話 其實選手也多 他們可能上不上不上 會突然出現一隻黑馬 過 我知道我坐起來的話 我會就是壓在這邊 所以我沒辦法轉三嘛這樣 這個倒立後下馬落地動作 施大運後還成為 國際裁判的不扣分範本 李志凱的自我升級要求 其實是在六年前 阿信教練離開宜蘭 到臨口國體大任教 他才驚覺止步不動 非常可怕 不曉得究竟還小 還是靈異性從小督促習慣了 就變成說這一兩個月 他變成有點停頓在那邊了 比賽的時候就看得出來了 他發現不行了 他自己也發現不行了 李志凱15歲就決定離家 跟著教練繼續苦練湯瑪士 去年他在奧運測試賽中 打敗全世界數千名選手 擠進90個參賽名額 最後因為腳傷在資格賽中落馬失誤 李志凱再戰再敗 他的下一步棋是立足2020東京奧運 體操選手真的不像停頓隊 啪 100公尺就一塊金牌 體操是有六塊金牌 要有六個項目 就是地板按馬 吊環 跳馬 雙槓 單槓 才能組成一個成隊跟單項的項目 才能進入決賽奪牌 競技體操有六個項目 每一項選手要在30秒到90秒內 完成10個動作 他們從小練靠的是血汗 還有堅強的意志力 國小三四年級的時候 雙槓練新動作 雙槓下來 這個姓車來 一天回來這個不會呼吸 去看醫生 醫生說那是從挫傷 怎麼說胸槍挫傷 要慢慢來呼應 就是這樣不僅僅 倒閉也不會倒閉 那時候我就說 真的那時候我覺得啦 我說我親希望我台下氣 我就這樣說 媽媽我在那邊死了 真的啦 媽媽 大家去好 加油 加油 不負眾望 靠著全球手創的湯瑪士迴旋 黎智凱替台灣 躲下金牌 中華體操選手 更積極出國比賽 親眼交手國外好手 是拚金關鍵 好 起 好 起 採訪 採訪隔天就要出征加拿大市集賽 同樣和李智凱是擅長安馬的 體操國手徐秉謙 動作也加入了湯瑪士 上禮拜感冒吧 今天就很想趕快回復過來 因為明天要出國 1 2 3 醫生當中最年輕的時候 竟然都是為了體操 然後別的大家都出去玩什麼的 然後我們就是練習為了比賽 加油 在世大運吊環項目 獲得第八名的油朝尾 每一天都在一層樓高的吊環上 對抗地心引力 吊環的話就是力量很重要 所以每天就是要做非常多的力量 他們都是台灣體操頂尖好手 二十出頭的大男孩 甘願投入人生最精華的時刻 流血流汗 偏執的懷抱金牌夢 終於二十一歲的李志凱 在世大運這驚天一番 炒出台灣體操熱度 十六年的體操生涯 他孤注一職的 就是這一季完美落地 追奧運金牌還有三年 您看到的這一切幕後 都只是上下安馬的不變日常 我們都會看到在禮約奧運 還有前一場葡萄牙國際賽的時候 那個是手軟的感覺是不是 就是你就是沒有辦法完成它 是就是因為就是剛開始出去 參加國際大賽嘛 就是面對人群啊 然後面對比賽的時候 都是會緊張的 像那時候在比賽前 可能會都是手抖啊 上場前都會抖啊 然後都會緊張啊 然後就是什麼都不會想 連動作都可以說 快要忘記怎麼做這樣子 因為畢竟比賽的經驗太少了 那請問他的這個不好 就是會追上他 你預期會追上他的 假想敵跟競爭對手 大概在哪些國家 因為我們在世大運就是以6.0 他就已達到15.3 扣分0.7多 全世界沒有扣這麼少過 所以他不可能就這樣就結束了 因為我們明年到亞運會2018 我們就可能追加到6.5 到東京奧運 我們就追加到6.7 6.7 然後他就很有機會拿到獎盤 在世大運的這個前戲的時候 沒有經過比賽不知道 你作為當事 當事者本身 你如果對於自己已經是 世界級 就是世界Top 這種的心理準備有沒有 其實就是我知道我有機會 可以站上班兩台 但是我的前提是我要完成成套 就是把暗碼完整做下來 我就有機會站上世界 可是當越有這種想法的時候 會越容易緊張 那天你會緊張嗎 會 尤其在比賽前戲 越容易緊張 可能甚至會失眠睡不著 然後上場前腦袋一片空白 這都是曾經發生過的 對 這我第一次比賽這麼享受 這麼覺得很開心 很享受這樣子 我就是看他們從這樣過來 然後到了葡萄牙 我也見證到他們兩個的崩潰 因為他們都覺得到了世界舞台了 但是你卻站不上去 那我教練總不能替你上去比 所以那一刻我看到他們的崩潰 但也是他們的成長 因為教練他總要放手 我們來看一下剛剛包括志凱 也包括教練還有玉璇導演 提到的這兩次 我們先看葡萄牙那一次 葡萄牙體操國際賽的安馬賽事 我們一邊看 然後志凱跟教練幫我們隨時補充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教練這個時間讓觀眾可以熟悉一下 好嗎 因為這個湯瑪斯回旋 這個跟士大運是一樣的東西 沒有 沒有 這比較難 更難 更難 它再加 再加一個 他事大運是做這一個 就掉了 都無意境 因為這個 這個過程應該是不會掉落的 就不應該掉嗎 但是就是慌掉了 因為他沒有 miss 到很 就是也沒有敲到馬 也沒有 但卻掉落 訓練 不要用到臉啦 就是訓練 訓練 訓練到麻痺 做得出來 不然怎麼辦 完全投入那麼多 完全是抗壓沒有辦法停工 樂趣在哪裡 沒有啊 你跟他吵著要說了不行 自己也很緊張 然後就覺得很累 你怎麼當選手啊 要讓他知道懂得自己 失敗沒關係 來 我們就要再磨練再幹嘛 把他做到會 不然你的影響都這樣 送到我都不然 不然你出來去找我一碗 志凱可能認為他失敗了 他很傷心 他就準備要回去了 但我是覺得 來這一趟我必須要去磨練 然後我就很生氣 那時候當他在那個當下 講那個話的時候 你心裡有沒有OS 還是你已經馬關目了 會覺得說我失敗了 我也很難過 我也不願意發聲 可是其實回頭想一想 教練說得對 我平常訓練都可以做得這麼完美 但是為什麼一站上比賽場的時候 就會失敗 可能我真的是訓練不夠 對啊 那這是真的很挫 很挫 我上場前我是抖的 我是在發抖的 我看到觀眾看到裁判 然後我在發抖 那是你沒有預期也不能控制 沒辦法控制 這我就準備站上去的時候 出場站上去的時候 然後我就在那邊發抖 對啊 因為教練就是很圖嘛 就講話就是很 阿薩利就是這樣講 該講的就講出來 重點都給你了 不會再拐彎彎抹角 因為到二英會才是真正的殘酷 所以你必須要趕快調整 趕快去做出你該做的事情出來 這個必須我們要跟他 明確的跟他溝通 然後跟他了解 我們剛剛就是讓你意有畏盡一下 因為這是翻滾把男人的片段 你要去 你看了以後很有感覺 玉璇你這樣旁觀 就是一個人沒有害怕的權力 在最關鍵的時刻 他一點點恐懼的權力都沒有 這是你拍了這麼多年 拍他們兩位 你覺得他們兩個 其實都是在人性上面 很努力的去 有一個反人性的部分去超越嗎 我常說其實他們兩個是一體 越到後來我越覺得如此 就是他當年為什麼要開始帶他們 因為林教練沒去過奧運 這是他畢生的遺憾 所以十五年前他跟我說 他希望帶他們去奧運會 老實說那個時候 我是呵呵呵三個字 我認為這是不可能的事 我們在宜蘭的鄉下 他那時候才七歲 他們說要去奧運會 你相信嗎 我不相信 那我在嘲笑他們的同時 其實我也在嘲笑我自己 因為那個... 那你有不相信你哥哥的部分嗎 我是覺得去奧運這件事情 不可思議 就跟當時我說我要拍電影 我覺得也是天方夜談 所以我在笑他們的時候 其實我也在笑我自己 這很殘忍 但是沒辦法 如果你喜歡這件事情 你的確沒有害怕的權利 好 我們再來看下面這個喔 這個的話 有一點理由可以說對不對 因為他有受傷 在里約奧運前 然後... 在他的最後一刻的榮耀到來之前 他有好多好多時刻 都是讓人看得很不忍 我們來看一下里約奧運這一幕 這個成功就多好了 這個只要這一關過了 其他他就會 但這一關真的是很可惜 然後志凱跟家妮幫我們講解一下 是他在哪邊喔 他也是一樣是軟掉而已 我覺得他可以成功 我覺得 是手軟 就是手軟 對 緊張 緊張 手軟 真的是很可惜 那你前面在... 都沒有敲打到 你前面的回旋的時候 你是... 是撐住 可是那時候狀態是... 不好的 因為我其實... 我們看一下喔 掉下來以後 他就全部放鬆了 就做得非常完美下來 可是就是... 掉落了 可惜是掉下來 最後這些都... 你說在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你是整個人是很勉強的 你信也知道 現在就已經都放開了 因為他已經掉落了 他已經沒有什麼壓力了 所以他做得非常... 後面做得非常完美 但也跟獎牌已經無關了 對... 因為其實在上場前的時候... 他只要不要掉落那一個 他絕對會拿牌 對 你說上場前 上場前其實是... 腦筋是一片空白的 那一次也是 對 這次... 這次更...更明顯 我連...我根本... 只有聽下來... 完全不知道什麼狀況 對 完全不知道發生什麼狀況 我掉下來了 他就慌了 我掉下來 然後...可是... 下一次就覺得... 就想到說我還在比賽這樣 所以你是有抽離的 就是你的意識跟你的身體 是完全抽離了 對 這是一個很殘酷的 因為如果你的意識進來的話 你的身體可能根本都動都動不了 對 太緊張了 壓力太大了 所以這個就是要磨練 要送出去外面磨練的意識 就是在這邊 你必須磨練到一個程度 你的抗壓已經成長到... 跟世界各國都... 坐在一起也不會害怕 你就有機會躲牌 其實上場前... 進去比賽前 其實說真的 真是腦筋一片空白 什麼話也講不出來 老師跟我講什麼 其實我也根本... 記不得了 我也聽不進去 因為根本聽不到 就...很緊張 因為畢竟... 第一次比奧運 奧運這麼大的殿堂 我第一次去比 然後看到別人在我旁邊都是世界冠軍 奧運冠軍 然後看到他們就是覺得... 他們覺得很輕鬆 但是我覺得... 為什麼他們可以這麼輕鬆 我很緊張啊 為什麼他們都可以這樣 然後... 就坐在一起的時候 他們就覺得... 很輕鬆自在這樣 但是我覺得... 我要比賽了 然後我又第一個 我怎麼辦 然後教練就會跟我講話 但是... 我完全聽不到 我很緊張 然後又面對這麼多的觀眾 然後... 到我... 你自己結界了 對 到我準備上場的時候 我也...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在幹嘛 就是腦筋真的是一片空白 然後就踏上去做 然後... 真的不小心掉下來 失敗之後... 我掉下來了 醒過來 然後就醒過來 我還在比賽 然後就... 到比完... 到成套做完下來的時候才醒來 我完成奧運了這樣子 那我想請問你在這麼多年裡面 你什麼時候... 軟弱到一個程度 就是你可以跟... 裕欣教練分享你的軟弱 裕欣拍了這麼多 就你很軟弱的時候 你很怕 然後你今天真的很弱 我覺得他們... 他們之間是沒有這個時刻的 所以... 所以有時候... 他頂多累了哭一點點 哭了... 然後也是... 就... 就又再上去 然後也是堅持到完 因為運動員... 對... 運動員也沒辦法 就是... 你必須突破嘛 可是因為你知道 裕欣教練非常愛你 嗯... 是啊 是 親情有親是不是 他非常愛你 但是... 在這個關係裡面 就是... 你很弱很弱的時候 如果你跟他分享 你可能得不到你想要的安慰喔 是... 一定得不到 這是一定的 教練總是高興都是躲起來的 他有無限的... 要讓他覺得 這樣不能就這樣就滿足了 因為... 對... 我們不... 我知道我很高興 可是我要試一下 好特別的關係喔 對... 我必須要看到教練是這麼嚴格 他希望我再更加進步 那我要表現說 我會讓你進步 但我不是現在就... 所以抱抱秀秀不能進步 沒辦法進步 那種... 那種... 對我們... 時間還沒到 對... 對我們的... 在抗壓上面是沒有幫... 幫我幫助 對... 對... 磨練到... 他所謂的... 不管什麼環境 不管... 教練給我什麼壓力 我都可以完成 那時候真的是... 他就是真的長大了 你怎麼定義這種關係 遇險 所以我... 我說後來其實... 兩個人都很不容易 其實後來我拍這個紀錄片 我覺得... 他的最大目的 不只是完成這個片 我覺得某種程度是 他們彼此之間的療癒 因為他們太多話不能對彼此說 後來我覺得只能透過電影 然後他們從裡面得到彼此的安慰 或慰藉 或是有話想跟對方說 是這樣嗎 志凱來補充一下 因為其實說真的 其實很多話... 都不會直接對教練說 因為... 就算比方說... 我說我練習累了 我今天練不下去了 但是... 教練會覺得說 你訓練還是不夠 你還是會繼續練 但是... 如果今天講了 你繼續... 你還是得練 我乾脆就直接不講 然後就繼續練我的 因為我知道我講了也是沒有用 對... 所以其實有時候變成... 就會變成說 沒關係... 那我忍一下 我繼續練這樣子 就是... 從小就這樣子喔 其實... 就一直... 會有一個... 這種關係 因為我知道... 我還是得練習 不管講了什麼 我還是得練習這樣子 對... 我們分得很清楚 我們訓練跟運動是不一樣 對... 我們訓練... 不是在運動 運動是快樂、健康 訓練... 本質就是... 是戰績啦 對... 所以是不一樣 要分得很清楚 所以在葡萄牙完了之後 我們就... 我就不敢再接近他了 因為... 我希望他長大 因為... 從小到大都是我們客戶著他 喔... 所以你內子突然還說 對... 他訓練我們就... 坐得很遠很遠 就不靠近他 讓他自己... 慌了... 要怎麼解決 掉下來要怎麼解決 不要在教練在旁邊說 你可能要怎樣怎樣 可能他要自己想辦法 你那次有多失望 就是說你發現 他放到國際賽場上 不行耶... 沒有... 我沒有失望 我們只是想說 怎麼... 怎麼幫助他 讓他抗壓更成熟 所以我們在訓練中心 我們... 做一個舞台 像比賽情境放在暗碼上面上 你這樣子喔 叫整個中心人 來看他比賽 三、四十個 吵雜啦 打鼓啊 全部都來 看他做得下來 跟情境趕要模擬到 像比賽一樣 結果我們覺得他拉... 只有你的教練有幫你設計這個嗎 就是... 在訓練中心裡面 因為我們必須要 一個情境上面 讓他模擬 結果 兩場 都成功了 所以在試案前 我們做了這個舉動 我覺得 他的成功機率變高了 假如他以前 他絕對會掉落 可是他很有自信 在中心裡面 兩套都非常完美成功 然後我們中心的員工 中心的教練 大家都... 喔... 然後就期待 期待他能成功 你沒有當導演的潛質 所以... 你當教練 你可能還想不到 我們真的在做這個動 心理上面的 中心大概 全圓...都動起來了 就是要鞏固這一塊金牌 我可能要到一個禮拜 甚至兩個禮拜 我才有辦法 才把這個動作學起來 當我看到這個差別的時候 我就知道 像教練說的 我是需要付出更多 努力更多的選手 什麼時候 你在成長過程中 體會到 玉興教練 他從很早就斷言 他說你不是天才型的選手 是苦練型的選手 因為國中的時候 開始要學習很多 新動作 很多難度的時候 我就看著別人 大概學習個三次五次 就可以把一個動作學起來 可是我可能要到一個禮拜 每天練喔 每天練這個動作 我可能要到一個禮拜 甚至兩個禮拜 我才有辦法才把這個動作學起來 當我看到這個差別的時候 我就知道 像教練說的 我是需要付出更多 努力更多的選手 所以我才 就是心難接受 就是知道 我就是必須要練這麼多 才有辦法學習一個動作 這樣子 不能說他選擇了教練 你選擇了他 一直到現在不變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我教了滿多小朋友 天才型的 我遇到很多 他一學就會了 可是他學會了 他就懶得再練了 變成智凱這樣學了很多 做了很多 堅持實際有用的 就是牢牢的記在心裡面 但天才型他很快就會了 他並不想要練那麼辛苦 他一下就會了 所以他練得非常少 數量少 所以往往在大賽當中 他完全會掉落或失敗 反而智凱是 不是天才型 他就一直做一直做 他可能反覆一直練 所以肌力成功上面 在他的耐力上面 就成長了 在2018這一年 他是 以這一年來說 去準備2020東京奧運 他必須是怎麼樣 不斷的到國外比賽 可以讓累積積分 因為到2020 這個奧運會週期 現在已經改到 體操都要往職業賽事 去拿積分 所以在2018年 他整個賽事 將近有六場 都在世界各國這樣跑 因為你在世界各國 拿到大獎賽之類的 第一 他就有累積分數 就是你在2018到2019 總結你這幾場下來的時候 你累積了多少分數 你可能就優先拿到奧運資格 那你沒有拿到之後 你還要 你就很難了 2019年 亞洲區 只有剩下兩張門票 最後兩張門票 就是你要全能 然後你看你的實力 到底多高 只有剩下兩張 這兩張沒拿到 你就在2020年 就出局了 沒有辦法參加 那個東京奧運 世界大學運動會 李志凱翻起的湯馬式回旋 震盪 國際體壇 更激盪出三個男人的夢想 還有約定 他動作實在太流暢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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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年前 導演林育賢 在宜蘭的鄉下小學 拿著小DV 紀錄哥哥林育信 訓練七個小男孩 練體操 現在他再度拍的 是其中長大的小男孩 也是今年世大運 奪下金牌的李志凱 2015年 19歲的李志凱 拿到里約奧運的參賽門票 這是台灣體操界 16年來第一人 翻滾把第三部曲 跟著起步 教練的辛苦 運動員的辛苦 全部我們可以在裡面 呈現出來 所以越來越喜歡 它裡面的內容 然後拍攝的東西 我們就開始慢慢相信 他拿的那一個 是對我們是有幫助的 這段你有把林教練的 絕望都剪出來 對啊 他對我來說 很難很奇妙 包括我跟林育信教練一樣 就是說翻滾這件事情 對我們兄弟倆 在人生不同的階段 他扮演一個很重要的 不管是鼓勵啊 或是助燃機 讓你相信自己 堅持這件 你喜歡的事情 好 韓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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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李志凱身上 那個拉筋 還掉轉兩行眼淚的男孩 就要登上最高殿堂 在這之前 林育信帶著李志凱 到平桃鴉大獎賽事水溫 但地板和鞍馬卻一連被淘汰 讓阿信教練 確定不退 不要用這種臉 就是訓練訓練 訓練到麻痹做得出來 不然怎麼辦 有啊 你跟他吵著說不行 自己也不斷動 然後就覺得很可以 你怎麼當選手啊 晴天霹靂的 更是奧運前一個月 李志凱因為訓練傷了 右腳韌帶又鼓勵 連走路都有困難 另一頭導演林育賢 也擔心紀錄片難產 辜負全力投資的監製禮練 想吐出讓他投車一邊吐出來 好 謝謝你 謝謝你 所謂的紀錄片 我們就是把那個當下紀錄下來 他沒有拿到 我們就要紀錄那個 沒有拿到的那個狀況 跟那個時刻 翻滾吧 男人這個紀錄片 誰規定他一定 必須要是一個成功的籬子 阿彥 好 再來 再來 葡萄牙 李約奧運李志凱一路輸 而紀錄到這兒 另一名主角黃克強 更突然感染EB病毒 暴瘦六公斤 肌肉都沒了 喪失所有比賽資格 甚至國手身分 天啊 怎麼會是我 為什麼會有這種病 因為我聽都沒聽過 天才型選手 第一名進入國家隊 十五年的苦練 以戲瓦解 結果有想過就是不要練了 因為我的身體狀態 全部都歸到零了 說不定還零下 比正常人還爛 那我要怎麼回復到這個場上 那時候我大哭了兩次 哭的意思 就是我想要回來 然後我又回不來 在這之間糾集 因為你現在不拚 你什麼時候還能再拚 目前身體狀況恢復了十分之一 他每天到學校體操館苦練反滾 準備下一場的國家隊選拔 即便你跟體操沒有關係 可是我覺得他跟我們的人生 事實上很相互 就是他就是很像我們的人生 我們沒有人可以看到 今天未來怎麼樣子 可是你就是要去戰鬥 奧運落馬 當大夥都以為故事就說到這了 林育憲又扶著李志凱的腰桿 爬起來 到這次試奧運的時候 其實上場前的時候 那個壓力沒有那麼大 因為就覺得說 我連最大的奧運會都失敗了 那如果說這個又失敗 那又怎麼樣 不怕失敗勇往直前 當年一個失業的導演 一個受傷的體操國手 一個不認輸的男孩緊緊相扣著 任性的翻滾 翻滾後有了任性 成了夢想中的男人 而他們到現在 用汗水和熱情說的故事 還未完待續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做了一個 塔瑪士迴旋的Computer Graphic 我們透過這一個電腦的繪圖 我想請志凱跟我們講一下 我們特別用放慢速的 在這個電腦繪圖裡面志凱 剛剛報導裡面的惠林跟志凱 大概解釋了一下 就是一度的偏差 或者是說在一秒鐘之內的位移 這是一個非常微小 而不能夠犯的 也是不能夠接受的過失 一個塔瑪士迴旋 我們可以用拆解的動作來看嗎 就是如果我們要看門道的話 你會建議大家怎麼樣來欣賞 欣賞他們的時候 我覺得就是 一來你可以看他繳得開的度數 因為有些人做起來 可能就只有小小的這樣子 而我做起來就是 跟世界比較不一樣 我比較大 這是一來可以看的差別 很明顯的差別 你做動作的優美度 你可能做這樣小小的 可能看起來就 沒有這麼完美 我做起來就是 會跟世界比較不一樣 會比較大一點 就像展示了大棚 對 比較飄逸這樣子 就沒有那麼沉 那另外呢 是不是還有什麼 其他的部分 再來就是看他動作的華麗度 華麗度 他幾乎都在打滾 對 不是很簡單的前後 他還是在翻滾打滾 然後隔到鞍 又隔到另外一個隔鞍 然後做一個大隔鞍 那個大隔鞍的部分 很多人都不敢嘗試 因為他隔了兩個鞍 他還要再翻滾打滾 沒有做些很容易 對 然後就失敗 很容易失敗 所以他 最後他還會打滾 一週 他現在都半週而已 接下來他會打滾到一週 一週他難度非常高 將近 是一個F級的 就F級的 大概體操來講是 A B C D E F 0.6 0.6的動作 沒有了 一個0.6的加分 頂多很多人 就0.2 0.4 就大概滿足 了解 他可能打下來 他就0.6 在這麼艱難的訓練過程裡面 遇嫌你在旁邊拍 我真的就是想請志凱跟我們分析 他這個 到底這麼多年 他們兩個人 他們現在是一體的兩面 這不可分的 他決定要走體操這一條路 你覺得他從小孩到現在 他到底有沒有一個絕智的過程 在你紀錄這麼長的時間 還是說其實你哥哥 從魂藻就替他決定了 他人生要挑戰 這麼高的奧運高峰 其實紀錄片這事情真的很微妙 因為他沒有劇本 所以當我在撿男人的時候 翻骨板男人 翻骨板男人的時候 然後 我把翻骨板男孩 當年的一些資料畫面 調出來的時候 我發現其實很多事情 15年前就已經告訴你答案 因為當年有七個小孩 說要去奧運 說要留下來練體操的 最後只剩兩個 其中一個就是李志凱 你覺得你有很明顯的 一個絕智的過程嗎 這樣的一個心路歷程嗎 或者是因為 其實我們就往前推六年 15歲那一年 教練這樣子帶著你 要把你帶出宜蘭 是 其實大概 真的下定決心的時候 大概是就是離開宜蘭那一年 就真的讓我覺得 是一個很大的轉變 讓我覺得 我真的必須要靠體操 走出一個不一樣的人生 我想用體操證明自己這樣子 要跟別人更不一樣 因為畢竟都已經離鄉背井 離開宜蘭 然後跟著教練到桃園這樣子 其實 自己也是自己一個人這樣子 其實我覺得 我在那時候真的下定決心了 就在那個15歲的那一年 因為現在我想請問 如果的如果 就是說他現在還沒有得牌 或說他不斷不斷的征戰 回頭看這個過程 在沒有奪金的時候 你會覺得這一切都是突然嗎 還是說其實這個過程 你現在 你覺得你也已經享受到了 一個很棒的人生 這樣的一個 千里馬跟伯樂之間的 共同經驗的人生 因為我在訓練我不覺得只有幫助志凱 因為我在國家隊 我是幫助整個國家的體制上面 所以志凱能影響到很多人 像以前我訓練志凱出來以後 大家覺得不可能去奧運會 現在我們的隊員 大家信心滿滿 就志凱能帶動出來 以前我們很沉悶的16年 因為很難 沒有一個人可以參加去奧運會 所以他把整個氣氛都帶起來了 而且在世代運當中 我們成隊從來沒有在世界得過團體第五名 所以我們贏過美國 贏過以前我們不可能贏過的國家 所以我們信心滿滿在2020 我們有可能成隊去東京奧運 因為我不想看到志凱 像李玥這樣一個人孤孤單單 教練選手兩個人 就這樣而已 所以這個金牌的意義非常的 對 它像連漪一樣一直在擴散 其實很開心就是能夠用小小的力量 能夠帶領更多人這樣子 玉璇你在作為一個旁觀的記錄者 你覺得志凱是因為世代運正面金牌 脫胎換骨嗎 或者你覺得脫胎換骨其實是一段歷程 即使是再短的一個時間 可能這個獎牌是最後一理路 你怎麼樣看他的脫胎換骨 因為奧運完其實我滿悲傷的 而且我滿難過的 因為一路輸 然後輸到後來 就是現實人生的我其實也在輸 所以到奧運完之後 教練跟我說明年世大運還可以拚一把的時候 我內心真的是很想跟他說 你給我贏一次拜託 因為我們輸太久 那我覺得志凱真的是抱著這個的力量 不只是他贏 我覺得他為我們都贏 他也很爭氣 我覺得其實對未來的話 就是希望能夠延續這次斯大運的這種氣氛 在每一場比賽盡量把它發揮出來 但如果說都這樣順利發揮下來 對我自己增加信心是很多的 對而不會像之前是這樣一路輸回來 對而且可以對未來更有信心的話 其實對我拚2020我會更放心 我會更有信心去拿下獎牌這樣子 因為看著他們的故事 你一定會不斷地在反饋自己 那我做了什麼 15年我有沒有完成自己當初的承諾 那我覺得男人這個階段完成 對我來說這個事情最重要 志凱那未來三年我們 用剛剛教練講的一句話 他說 哎呀希望不要突發煉鋼 希望我們有更多數據化的支撐 對對對 這個是 呃 在這一點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你的期待跟心情 呃當然是期待真的可能在2020 有這麼好的發揮 然後可以拿下獎牌 這當然是 可以說是完成一個最大的夢想 然後也是給國人更大的希望 對因為畢竟 從來沒有人在體操過 體操我們台灣拿下獎牌這樣 如果說我可以有這個機會的話 那當然是很棒很開心 對啊 可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奧運之前還有很多的挑戰 我需要一步一步去達成 不管是在世界挑戰賽或是大獎賽 或是亞運會或甚至是世界盃 我必須要先一關一關去突破 如果這些關卡都能突破的話 那相信2020一定是沒有問題的 對 所以我想請問裕賢喔 翻滾吧 男人這三部曲 按照裕賢 目前的規劃 如果我們要在電影上看到 志凱 這是目前 我們可以知道最後一部了 這樣子拍下來 這裡面除了我們很熟悉的故事線 就是切而不捨的努力 咬牙堅忍的訓練 最後奪得金牌的這個 我們很熟悉的成功路徑之外 你覺得拍完後來 你看到什麼 是在人性上面 你覺得非常昇華的 因為是這麼的真實 他們兩個都昇華 其實這兩天 我們已經開始做口碑場適應了 然後看完之後 我有一天我自己躲在裡面 跟觀眾一起看 然後看完之後 我就跟觀眾說 其實我覺得這個片子 表面上是在記錄 這兩個人十五年的糾纏的過程 但是其實某種程度 大家不覺得 其實那也是在記錄 你跟我十五年的故事 因為看著他們的故事 你一定會不斷的在反返 你可能愧自己 那我做了什麼 十五年 我有沒有完成自己 當初的承諾 那我覺得男人 這個階段完成 對我來說 這個事情最重要 也是最想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說 看他們的過程 回想我們自己 十五年了 我們做了什麼 那如果還沒做 也不要放棄 因為大家都還在翻滾 其實勝負都未定 今天非常謝謝 非常謝謝 我覺得這個也是 會是非常非常不一樣的選手故事 就像導演講 然後三年後我們有機會 再來訪問你 在這邊要掛金牌 謝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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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bal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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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